你 你说 宁和姑姑在你们手上 陛下 是我们朕无勇敢的弥沙郡主 从卢从叛党手中 救出了宁和郡主 那你们还挺见义勇违的 护送宁河郡主回恒安 朕无义不容辞 是宁河他自己要求回来的吗 是弥沙郡主说的 如今庐从大乱 宁河郡主千金之躯 不宜在外漂泊 不如回恒安娘家来 他们已在路上 想必再有半个月就到 怎么 楚国公以为不妥 没有没有没有 不但要回来 而且还要风风光光地回来 让朝廷上上下下所有人 去宫门外迎接 陛下 您说是吗 是 那您就下旨吧 所有人 都去宫门外迎接您和姑姑 包括朕 臣当遵旨 是 不行陛下 既然已经知道您和郡主是第三人 为什么还要让她回来呢 不是朕让她回来的 是仇子良 仇子良 也在怀疑您和郡主 对吗 我们能查到的 求燕之自然也能查到 那仇子良此举 必不怀好意 你翻什么呢 我查一查 仇子良与您和郡主 到底有什么丝绸 到底有什么丝绸 假历上是不会写的 你翻她 不如直接问朕 陛下您知道 朕当年虽然还小 但也开始急事了 时任节度使求娶的 本是九姑姑 但邱子良向先帝提议 说您和姑姑最为何事 最终 换成了您和姑姑原家 完成了这场政治联姻 为什么呀 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结怨的 朕并不得知 但宁和姑姑 临行前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陛下 陛下 你没有话 要对宁和说吗 许子良 你别得意 秋孙子良 日月朝朝 天道轮回 你今日给我的 我总有一日会统统还给你 我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欢迎你 怎么 怎么回来 死了再回 您和郡主就是这第三人 已经无疑了 首先 她先让刺客去刺杀陛下 嫁祸将其营 然而陛下没有冲击 所以她就动用了她的第二步棋 阿妩 她是郡主 自幼在太后身边长大 宫中留有老人 所以她可以让阿妩顺利进宫 再唆使阿妩 在寿宴上行刺囚子粮 然而陛下依旧没有冲击 最后 她只能让刺客 去九四刺杀陛下 让将其营 发现玉珍房 这样陛下 与囚子粮一定会反目 可是 应该再等等 等到朕 跟丘子粮分出个胜负 或者两败俱伤之后再回来也好 对呀 她如果现在回来的话 必然是不明智的 丘子粮摆明一定会对付她的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她也无路可退 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只能回恨安 因为如从大乱 这是最大的可能 那第二种可能呢 第二种可能 宁和姑姑不是第三人 就跟正午一样 她也许也是被第三人 推上了棋盘 来当作幽棋 宁和 十日后抵达衡安 陛下和其他文武大臣 会到宫门外亲自迎接 你去准备一下 爹爹似乎说过 不许他回来 他若赶回 本宫就敢赐他一死 顺便敲打一下朝中的官员们 女儿明白了 胭脂 把事做得漂亮点 是 严修 陛下这几日在忙什么 回大人 自带小杂鱼回宫后 就没有再出去 闲暇时间 也一直在陪小杂鱼练剑 小杂鱼 小 程洛宇 看样子 陛下是真心想要栽培他 安王 接回来了吗 已从外祖家接回来 那边表示 只要大人 肯让安王当储君 就什么都听您的 把他带过来 是 爹爹 齐燕重用程若宇 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方案 程若宇有勇无谋 不足为患 只是齐燕 本宫当初看错了他 齐燕狼子野心 爹地一时大意 也是难免的 这儿 陛下的武功 你见过吗 还没有 当初啊 他认本宫为父的时候 就说是仰慕本宫的功夫 正好先帝不是很听话 所以本宫就收了他做义子 并亲自 传授他功夫 陛下的武功是爹爹教的 本宫只教了他三个月 没想到他天赋那么高 三个月 就练成了三年的模样 后来本宫就没有教他了 并命人 待他猎狐玩乐 只教了三个月 hasta